可爱的黄色小鸭今天终于在桃园新屋亮相了 下午现场虽然还在施工 但是已经有不少人等不及 赶来一读小鸭的风采 黄色小鸭26号即将要在桃园的后胡堂登场 今天早上趁着风势稍减 主办单位顺利地将黄色小鸭组装充气 小鸭在桃园首度和民众见面 很可爱啊 更大 更可爱 好像有点消肿的样子 她现在感觉皱皱的 就是没有像之前在高九能看到的 就比较饱满 原本预计22号组装的小鸭 因为最近东北季风实在太强 风势都超过7级到8级无法施工 今天新屋的风势依旧不减 但老天爷帮忙停了一阵 业者抓紧时间 赶忙将小鸭充气 大约花了15分钟的时间 小鸭终于顺利地抬起头来 一般来讲今天的风势 其实是不太适合施工的 那只是因为老实讲是因为活动迫在眉睫 在充气的过程当中 也是有遇到风势比较大的时候 那应该算是老天爷有保佑 这样是大家期待小鸭的小鸭 所以一阵子风之后就停下来了 然后让我们可以顺利地 再把充气充气完成 黄色小鸭在高雄展出期间 短短一个月就吸引390万人次参观 这股小鸭旋风 现在吹到桃园 预计又将吸引许多人朝前往 一睹风采 新台两台电视 范江富龙 吴美荣 台湾桃园报道